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爱情 在目前爱情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里面 我们能理想到以下的几个词 唯美 浪漫 温柔 既然这些都是形容爱情方面的词 我们在拍摄婚礼的视频的过程当中 就需要去把这些唯美 温柔 浪漫去表达出来 在画面表达这个手法里面 逆光又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法 因为我们利用到了逆光的特点 所以我们在拍摄外景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去害怕大太阳 我们也不要去害怕逆光 因为只要你正确的拍摄出逆光的效果 那么这反而能够让你的作品变得更加唯美和浪漫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逆光的拍摄和非逆光常规的顺光 或者测光它的拍摄到底区别有哪些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组画面的对比 那么这是我们常规测光顺光所拍出来的效果 那么在这张照片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照片太过于平淡 虽然也是用高端的单反机拍摄出来的 但是感觉除了女孩子漂亮以外 其实它整个拍摄并没有那么的唯美或者是浪漫 而且皮肤细节上面又太过于实 而不是那种虚的那种感觉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逆光出来的人物拍摄效果 我们发现逆光拍摄出来的人物效果整体的艺术渲染变强了很多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同样来对比的话 毫无疑问这张照片比刚才测光那张照片会显得更加的有艺术色彩 那么逆光拍摄的艺术色彩总共体现在哪几方面呢 首先第一逆光可以形成完美的轮廓光 第二面部光线更加柔和 第三逆光的光线更加可扣 也就是说在外景拍摄的情况下 我们的逆光的光线更容易被我们所控制 那么OK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完美的轮廓光 在外景拍摄逆光的光源就是我们的太阳 那么既然是太阳的话 它就可以在人物身上形成一个轮廓 那么就像这张照片我们可以在它轮廓旁边 特别是它的头发这一块发现有着一个明显的光源存在 而这张照片我们就却没有发现有轮廓光存在 即使在人物的右边也就是我们画面的左边 轮廓并没有勾勒出来 包括更不谈它的人物左边 我们画面的右边这一块的边缘部分 人物并没有勾勒出来 而我们正常的一个逆光拍摄出来的画面 人物的边缘都会勾勒出来 据我们所知我们在拍摄婚礼的过程当中 新娘穿上的都是白色的衣服 而且他们的头发往往都会是黑色 所以我们在拍摄婚礼外景的时候 这种搭配可以让逆光把轮廓更好的勾勒出来 让我们的白色边缘部分进行曝光 而且逆光可以让我们的头发 选择有一个很好看的光晕 所以在外景拍摄的过程当中 逆光可以营造出更好的人物轮廓光 特别是新娘这一块 同理新郎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逆光拍摄一个最大的优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面部光线更加柔和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发现人物脸上 特别新娘的脸上 它的光线是非常非常柔和的 我们往往在外景拍摄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遇到大太阳的这样子的光线条件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顺光或者测光都会造成一个效果 就是光源直接照射在我们的人物脸上 因为太阳这个光源基本上不可控 为什么叫做不可控呢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太阳的光源的大小 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太阳光线的柔和度 特别是我们在拍摄婚礼的过程当中 更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子一些 结果就造成一个现象 太阳的光线的强度和硬度 可以直接反映在我们的人物的肤色上面 如果我们顺光或者测光的话 比如说脸上的一些痘痘 你在顺光或者测光的这种直射光源的情况下 都会很清晰的拍摄出来 这样子的话反而不会形成很柔美 很唯美的那个面部光线条件 视频又不同于PS 后期没有那么多的皮肤修饰空间 所以一般我们在拍摄外景的时候 逆光拍摄这点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面 新娘的肤色往往会选得更加柔和更加唯美 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太阳作为一个逆光的主要光源 而人处在逆光的情况下 它就处在主光源的阴影之下 那么处在主光源的阴影之下 脸上的光线更多是以柔光为主 因为在大太阳的室外的情况下 太阳光线基本上是处于一种阴光条件 而人物处于它的阴影之下 那么往往体现的都是柔光 这时候我们进行反光板也好 或者是进行泡沫板进行反光也好 它都会对光线出进行一次再次加工 这种加工就是柔化加工 我们在灯光的那套课程里面 有跟大家说过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人物肤色变得更加柔和了 这也更加去体现了我们婚礼的一些拍摄要求 所以我们在拍摄外景的过程当中 逆光反而是我们更好的一个选择方法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面部光线可以变得更加柔和 第三点光线更加可控 那么我们在第一点和第二点里面有跟大家提到 我们在拍摄外景的过程当中 太阳是作为我们的主光源 太阳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太阳的亮度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太阳光线的柔和度 那么顺光和侧光都会造成太阳直射在脸上 一旦造成这样的这种现象以后 我们对于这脸上的光线是不可控的 因为我们对太阳的这种直射光源是没有办法可控的 但是如果我们进行逆光拍摄 无论是侧逆光或者是正逆光进行拍摄的时候 人物的正面是处于太阳的阴影上面 那么我们可以对于阴影进行一定的光线处理 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反光板的光源的补光等等 那么进行这种光线处理的话 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 我们对于面部光源更加可控 也就是说它的操控性可以更大 我们可以用反光板对人物进行补光 我可以通过反光板在补光的过程当中的距离远近 来控制光源的大小 我们也可以通过用不同材料的反光板 甚至是一些泡沫板进行反光 来控制脸部光线的柔和度 所以逆光的时候 对于我们拍摄者而言 我们对于面部光线更加可控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通过逆光进行拍摄的一个第三点原因